而媳妇和公公的关系闹多亲密 韩国女星刘和娜穿着婆婆的睡裤 躺在公公的腿上 这一项况正好被老公安装的真公上头拍到 而这段视频还被刘和娜晒到了社交平台上 并声称趁着啵啵啵在家 刚好发现了最最爱的裤子 甚至还犯了网友 大家在放假的时候也会这么躺在公公的腿上吗 此话一出 网友上瞬间炸开了锅 各路吃瓜网友纷纷参与讨论 虽然都说儿大必母女大必父 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公公 很大方晒出自己的生活 关键还是由老公安装了隐藏摄像头拍到 这一举动很难不让人息思极恐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刘和娜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只是默默删除了动态 而这也让大家对泛杨新鲜 那个价值心的滤镜碎了一滴 或许这在韩国是见怪不怪吧 毕竟韩国女星贤素元也是如此 在贤素元带着一家人参加节目时 大家看到的不是她和老公的恩爱相处 而是她同自己公公形影也不离 两人食指相扣 走在大街上丝毫不顾及外人的眼光 甚至在看到好看的发家时 贤素元已是第一时间 拿起带在公公头上 行为举止都同情如一般 反倒是贤素元的老公陈华 站在一边看起来更像个外人 不仅如此 两人在吃饭时 公公更是直接将食物滴到贤素元嘴边 而婆婆就在中间 静静地看着两人互动 这也让网友直呼好叫唬呀 要知道贤素元本身就和公公 严厉相差不大 在与陈华结婚时 刚是被吵 找的不是女友而是妈 现在又在心目中和公公如此亲密 这很难让人不去多想 但更让人想不通的是 贤素元那离奇的赏钱观念 冬天窝的神殿不让家里开暖气 而是直接给陈华腿上 裹了一层保鲜膜保暖 在家 冰箱门不能开太久 因为刺自己婆婆开门时间太长 直接在贤素元吼了一顿 甚至就连冰箱里放了许久的过气食物 让她扔掉时 她也会大吼着说 你看我吃了有事吗 直接对着陈华哑口无言 咱就是说 就算节卷 但吃过期食品 应该大可不必吧